而去到船長就五六萬元以上 以前我行選的時候 有人不知道我行選 於是他們就說你做水手的 我不是 你一定做船長 他們的心目中只有兩個職位 我又不太覺得這個行業是被人看低的 但是對這個行業不熟悉就會的 我們這行現在要做的 就盡量令到香港人熟悉這個行業 我們畢業生出來做建閘副長 船公司大約是給他4000到8000元 再加上6000元的政府津貼 大約1萬元附近 如果他考了第一張濕照 就25000元就開始了 如果考到Cash 2 大約4萬元附近 而去到船長就五六萬元以上 由畢業去到考到Cash 1 通常都要六七年時間 客船當然它主要服務就是乘客 等於一間浮動的酒店 牽涉了很多人 貨船來說 我們運載的通常都是一些貨物 包括燃油 或者一些貨物 比如貨櫃商之類 相對而言 營運的客船 作為一個指揮客船的船長 就複雜很多 我不是說貨船那邊不複雜 只是牽涉的變數會比較少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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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 謝謝大家